以斯铁记第一章 雅哈瑟鲁在位的时候 他统治从印度到古时 共一百二十七省 他在书山城登了国位 他执政第三年 曾为众领袖和陈朴摆设宴席 波斯和马代的权贵 以及各省的贵族和领袖 都在他面前 他把自己尊荣之国的财富 和伟大威风的荣华 向他们展现很多日子 共有一百八十天 这些日子过了 王又为所有在书山城的人民 无论尊卑大小 在预园的院子里摆设宴席七天 预园中有白色紧致的帷幕 蓝色的曼子 细麻绳 紫色绳 闲在银环里和大理石柱上 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色 白色 黄色和黑色的大理石所铺的地上 赐饮都用金器皿 器皿与器皿各有不同 欲酒很多 足显王的后赐 饮酒都照着定力 不准勉强 因为王对他宫里的所有臣仆立下规矩 要照着个人的意愿而行 王后瓦什提也在亚哈瑟鲁王的王宫中 为妇女们摆设宴席 第七日 亚哈瑟鲁王因饮酒心里高兴 就吩咐事后在他面前的七个太监 米护曼 彼斯他 哈波拿 彼格他 亚巴他 西达 贾家 去请王后瓦什提 带着后面到王面前 使众人和大臣欣赏他的美丽 因为他的容貌很美 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照王 借着太监所传的命令 所以王非常生气 怒火中烧 王就咨询通达十五的哲室 因为当时按照王的常规 王要处理一事 必先问问面前所有精通法令和审断的朝臣 那时在王身边的有 贾士拿 士达 亚马他 他师斯 米利 马西拿 姆米干等七位波斯 马代的大臣 他们都是常见王面 在国中居守卫的 王问他们说 王后瓦什提不遵行雅哈随鲁王 借着太监所传的命令 按照法令应怎样办理呢 姆米干在王和众领袖面前回答 王后瓦什提不但得罪了皇上 而且还得罪了雅哈随鲁王各省的臣民 因为王后这事 必传到所有妇女的耳中 会使他们眼中轻视自己的丈夫 因为他们说 雅哈随鲁王 吩咐人带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 她却没有来 现在 波斯和马代的公主 贵妇 听见王后这件事 就必照样告诉王的大臣 这样 轻视和愤怒的事就常有了 王若是赞成 可以下一道御旨 并且写在波斯和马代的法令中 永不废除 不准瓦什提再到雅哈随鲁王面前来 又请王把他王后的位份 赐给另一位比他好的人 王颁布的御旨 传遍全国的时候 所有的妇女都必敬重他们的丈夫 不论丈夫尊卑贵贱 王和众领袖都赞成 迷母干的话 王就照着他的话去行 把诏书送到王的各省 每一省都用各省的文字 每一族都用各族的方言 使做丈夫的都在家中做主 说话有权威 以斯铁记第二章 这些事以后 雅哈随鲁王的怒气消减了 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 以及怎样降旨办他的事 于是有些侍臣对王说 要差人为王寻找一些美貌的少女 王可以委派官员 在国中各省 把所有美貌的少女 都照到书山城的女院那里 交在掌理女子的王家 太监西该手下 可以供给她们截身用的香品 王喜悦的女子 就可以做王后 代替瓦什提 王喜悦这话 就这样行了 在书山城里 有一个犹大人 名叫莫迪改 是遍阳闽人 姬氏的曾孙 侍美的孙子 雅伊尔的儿子 莫迪改在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萨 掳走犹大王 耶戈尼亚和别的俘虏的时候 也同时被掳走 莫迪改抚养自己叔叔的女儿 哈大莎 哈大莎就是以丝铁 因为她没有父母 这女子体态美丽 柔貌 娟秀 她父母死了 莫迪改就收养她 做自己的女儿 王的命令和御址传开了 许多少女都被照到书山城 交在膝盖的手下 以丝铁也被带到王宫里去 交在管理女子的膝盖手下 膝盖喜悦以丝铁 就恩待她 急忙供给她截身用的香品 和她应得的食物 又给她七个美丽的侍女 都是从王宫里选出来给她的 再把她和她的侍女 搬进女院上好的房子里 以丝铁没有把自己的种族 和绅士告诉人 因为莫迪改吩咐她 不可告诉人 莫迪改天天都在 女院的院子前面徘徊 要知道以丝铁平安不平安 她的情形怎样 每个少女轮流进宫 见雅哈瑟鲁王之前 都要照着女子的规律 截尽身体十二个月 因为女子截身的规律 是这样 六个月用墨药油 六个月用香品 和妇女截身用的其他物品 那时少女进去见王 是这样的 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 她所要的都要给她 她晚上进去 次日早晨回到第二女院去 交给管理非病的沙家 就是王的太监 除非王喜悦她 提名照她 她就不再进去见王 莫迪改的叔叔 雅比孩的女儿 以丝铁 就是莫迪改收养 做自己女儿的 轮到她进去见王的时候 除了王的太监 掌理女子的膝盖 所预备的以外 以丝铁别无所求 看见以丝铁的 都喜爱她 雅哈随鲁王执政第七年十月 就是提别月 以丝铁被带进王宫去 见雅哈随鲁王 王爱以丝铁超过所有其他的女子 在所有的处女中 她在王的面前 最得王的恩宠与喜爱 王把王后的冠冕 戴在她头上 立她为王后 代替瓦什提 王为她的文武百官 大摆宴席 就是以丝铁的婚宴 又向各省 颁布休假一天 并且照着王的后裔 颁次礼物 第二次 召集处女的时候 莫迪改坐在朝门那里 以丝铁照着莫迪改吩咐她的 没有把自己的身世和种族告诉人 莫迪改所说的话 以丝铁都遵行 就像昔日养育她的时候一样 那时 莫迪改坐在朝门那里 王有两个守门的太监 避探和提列 一时因为恼怒 正想下手害亚哈瑟鲁王 这阴谋给莫迪改知道了 她就告诉王后 以丝铁 以丝铁就以莫迪改的名义 对王说起这事 那阴谋查究起来 就发现真相 于是把二人悬挂在墓架上 这事在王面前 曾写于史记 以丝铁记第三章 这事以后 亚哈瑟鲁王 使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晋升 王提拔他 使他的地位高过所有与他在一起的大臣 在朝门那里 王的所有臣仆 都向哈曼屈身下拜 因为王曾经这样吩咐 只有莫迪改不贵 也不败 于是在朝门的臣仆 问莫迪改 你为什么违背王的命令呢 他们天天劝他 他还是不听 他们就告诉哈曼 要看看莫迪改的话 是不是坚持到底 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 他自己是犹大人 哈曼借莫迪改 不向他屈身下拜 就非常愤怒 他以为只下手对付莫迪改一人 还是小事 因为有人把莫迪改的本族 告诉了哈曼 所以哈曼设法 要把亚哈瑟鲁王 全国所有的犹大人 与莫迪改一起消灭 亚哈瑟鲁王 十二年正月 就是尼赛月 有人在哈曼面前 弄捕普尔 就是抽签 逐日逐月的抽 结果抽出了十二月 就是雅达月 哈曼对亚哈瑟鲁王说 有一个种族 散居在王国各省各民族之中 他们的法力 与各族的法力不同 他们也不遵守王的法规 所以 留下他们 对王实在无异 王若是赞成 请王降制消灭他们 我愿捐出三万四千公斤银子 交在管理国务的人手中 纳入王库 于是王从自己的手中 取下戒指 交给犹大人的敌人 亚甲族 哈米达他的儿子 哈曼 王对哈曼说 这银子仍赐给你 这名也交给你 你看怎样好 就怎样待他们吧 正月十三日 王的书记都照了来 照着哈曼的一切吩咐 用各省的文字 各族的方言 奉亚哈隋鲁王的名下旨 又用王的戒指盖上印 颁给总督 各省的省长 和各族的领袖 王旨交给众议士 传到王的各省 吩咐要在一日之内 在十二月 就是雅达月十三日 把所有的犹大人 无论老少妇孺 都全部毁灭 杀绝除尽 并且抢夺他们的财产 玉文抄本 搬行各省 通告各族 使他们准备好这一天 一时奉王命 急忙出发 玉旨从书山城 搬布出去 那时 王与哈曼又同坐共饮 书山城的居民 却非常慌乱 以撕铁记 第四章 木迪改知道了发生的一切事 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披上麻衣 洒上灰尘 出到城中 大声痛哭地呼叫 他到了玉门前 就停住 因为身穿麻衣的 不可以进玉门 王的玉旨和命令 传到的各省各地 游大人都大大悲哀 进食 哭泣 悲伤 许多人 披上麻衣 躺在灰尘中 以撕铁的卑女 何太监 把这事告诉以撕铁 王后就非常惊慌 就派人 送衣服 给莫迪改穿着 要她脱下麻衣 她却不接受 以撕铁 就把王派来 侍候她的一个太监 哈他格 召了来 吩咐她 到莫迪改那里去 探听 这是什么一回事 又是为了什么缘故 于是哈他格 出到玉门前的广场 去见莫迪改 莫迪改 把她遭遇的一切事 以及哈曼 为灭尽尤大人 答应捐银给王库的数目 都告诉了她 莫迪改 又把在书山城 颁布要毁灭尤大人的 玉纸抽本 交给了哈他格 要她给以撕铁看 并且要给她说明 吩咐她进宫建王 向王求情 为自己的族人 在王面前砍仇 哈他格回来 把莫迪改的话 都告诉了以撕铁 以撕铁 把以下的话 告诉哈他格 又吩咐她 回复莫迪改说 王所有的臣仆 和各省的人民 都知道 有一条法令 无论男女 没有奉照 就善入内院 去见王的 除非王 向他伸出金杖 赐他免死 一律要处以死刑 现在 我没有奉照 进去见王 已经三十天了 哈他格 把以撕铁的话 都告诉莫迪改 莫迪改叫人 回复以撕铁说 你不要心里想 你在王宫里 比所有的尤大人 都安全 这时 你若是揭磨不言 尤大人 必会从别的地方 得着解救 那时 你和你的父家 就必灭亡 谁知 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了挽救 现金的危机吗 以撕铁吩咐人 回复莫迪改说 你要去 把书山城 所有的尤大人 都召集起来 为我进食三天 就是三日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卑女 也要这样进食 然后 我就为力 进去见王 我若是死 就死吧 于是莫迪改离开了 照着以撕铁 吩咐的一切去行 以撕铁记 第五章 第三天 以撕铁穿上巢服 站在王宫的内院 对着王殿 王在殿里 坐在王位上 对着殿门 王见王后 以撕铁站在院内 就对她施恩 向她伸出手中的金杖 以撕铁就上前摸杖头 王问她 王后以撕铁啊 你有什么事吗 你求什么 就是一半江山 也必赐给你 以撕铁回答 王若是欢喜 就请王 今天带着哈曼 来付我 为王预备的宴席 王说 快把哈曼召来 好召着以撕铁的话去行 于是 王带着哈曼 去付以撕铁预备的宴席 在酒席中 王问以撕铁 你要什么 我必赐给你 你求什么 就是一半江山 也必为你成全 以撕铁回答说 我所要 我所求的 就是 我若是在王眼前蒙恩 王 若是愿意赐给我 所要的 成全 我所求的 就请王 带着哈曼 明天 再来付我 为你们预备的宴席 明天 我必照着王的命令行 那天 哈曼心里快乐 高高兴兴地出来 但是 哈曼见了莫迪改 在御门那里不站起来 也不应哈曼的缘故而退避 哈曼心里 就对莫迪改充满愤怒 哈曼忍住怒气 回家去了 就派人去请他的朋友和妻子 希利斯来 哈曼把他的富贵荣华 儿女的众多 以及王怎样使他尊大 怎样抬举他 在王的众领袖 和众臣仆之上的一切事 都数说给他们听 哈曼又说 王后以斯帖 除我以外 没有邀请别人 与王一同去赴他预备的宴席 明天又邀请我 与王一同到他那里去赴席 只是每逢 我看见坐在朝门那里的 尤大人莫迪改的时候 这一切 这一切对我都没有多大的意思 他的妻子 希利斯和他所有的朋友都对他说 叫人立一个二十二公尺高的木架 明早求王把墓底盖挂在上面 然后你可以欢欢欢喜喜的 与王一同赴宴席了 这话使哈曼很满意 就叫人做了木架 以斯帖记 第六章 那一夜 王睡不着觉 就吩咐人把史记 就是年鉴拿来 在王面前诵读 有一处记着说 王有两个守门的太监 碧探和提列 企图要谋害亚哈随鲁王 这事给莫迪改告发了 王问 为了这事 莫迪改得了什么尊荣和封赐没有 事后王的众臣仆回答 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王问 谁在院子里 那时 哈曼正进了王宫的外院 要求王把莫迪改 挂在哈曼为他预备的木架上 王的臣仆对他说 是哈曼站在院子里 王说 叫他进来 哈曼就进去 王问他 王喜欢赐尊荣给他的人 要怎样带他呢 哈曼心里想 王喜欢赐尊荣的人 除我以外 还有谁呢 于是 哈曼回答王 王喜欢赐尊荣的人 要把王常穿的朝服和王长骑的骏马 就是头戴王冠的骏马带来 把朝服和骏马交给王最尊贵的一个大臣手里 把衣服给王喜欢赐尊荣的人穿上 使他骑在马上 走过城中的街上 又要有人在他前面宣告 王喜欢赐尊荣的人 要这样带他 王对哈曼说 赶快拿朝服和骏马来 照着你所说的 去行在那坐在朝门那里的犹大人莫迪改身上 你所说的 一样也不可缺少 于是 哈曼把朝服和骏马拿来 先给莫迪改穿上朝服 然后使他骑在马上 走过城中的街上 又在他前面宣告 王喜欢赐尊荣的人 要这样带他 莫迪改仍回到玉门那里 哈曼却急急忙忙回了家 带着悲哀的心蒙着头 哈曼把遭遇的一切事 都述说给他的妻子 希丽丝和他所有的朋友听 他的谋士和妻子 希丽丝对他说 在莫迪改面前 你开始失败了 他若是犹大人 你就不能胜过他 你终必在他面前失败 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 王的太监来了 催哈曼快走 赴以斯帖预备的宴席 以斯帖记第七章 王带着哈曼去赴王后 以斯帖的宴席 在这第二次的酒席中 王又问以斯帖 以斯帖啊 你要什么 我必赐给你 你求什么 就是一半江山 也必给你成全 王后以斯帖回答说 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 王若是喜欢 我所要的 是要王把我的性命赐给我 我所求的 是求王把我的族人赐给我 因为我和我的族人被人出卖 快要毁灭 被杀尽灭绝了 我们若是只被卖为奴卑 我也闭口不言 但王的损失 是敌人不能补偿的 亚哈瑟鲁王 问王后以斯帖说 存心这样行的人是谁 他在哪里 以斯帖回答 这敌人和仇人 就是这恶人哈曼 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 立刻惊慌万分 于是 王带着圣怒从九席间起来 到御园里去 哈曼却留下来 求王后以斯帖救他一命 因为哈曼看出 看出王已经决意要加罪于他 王从御园回到九席那里 那时 哈曼正伏在以斯帖所靠的踏上 于是王说 他竟敢在宫里 当着我的面 侮辱王后吗 这话一出王口 人就把哈曼的脸蒙住了 在王面前 有一个太监 哈波拿说 还有 哈曼为那曾经说好话 救王有功的莫迪改 立了一个 二十二公尺高的木架 现在 正立在哈曼的家里呢 王说 把哈曼挂在上面吧 于是 他们把哈曼挂在 他为莫迪改预备的木架上 王的愤怒 才渐渐止息 当日 雅哈水鲁 把犹大人的敌人 哈曼的家产 赐给王后以斯帖 莫迪改也来到王的面前 因为以斯帖 已经把莫迪改 和他的关系告诉王 王便摘下自己的戒指 就是从哈曼那里取回的 给了莫迪改 以斯帖也委派莫迪改 管理哈曼的家产 以斯帖又在王面前说话 俯伏在王的脚前 含泪恳求王 免除雅甲族人哈曼所加的灾害 以及他设计要害犹大人的阴谋 王向以斯帖 伸出了金杖 以斯帖救起来 站在王的面前 他说 王若是同意 我若是在王面前蒙恩 王若以为这事是对的 王若喜爱我 就请下旨 废除雅甲族 哈米达他的儿子 哈曼设计的御文 就是他写下 要消灭在王各省的 犹大人的御文 我怎忍看见我的族人消灭呢 亚哈瑟鲁王 对王后以斯帖 和犹大人莫迪改说 因为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 我已经把哈曼的家产 赐给了以斯帖 人也把哈曼挂在木家了 现在 你们可以照着你们的意思 凤王的名 为犹大人写御纸 用王的印戒盖上 因为凤王的名所写 用王的戒纸盖上印的御纸 是没有人可以废除的 那时是三月 就是西湾月 二十三日 王的文士都照了来 照着莫迪改所吩咐一切 有关犹大人的事 用各省的文字 各族的方言写了御纸 从印度到古时的一百二十七省 给各省的总督 省长和领袖 也用犹大人的文字和方言 写给犹大人 莫迪改 奉亚哈隋鲁王的名 写了御纸 又用王的戒纸盖上印 文书 由一使骑上御养的 为国士而用的快马 传送到各处去 文书上写着 王准许在各城的犹大人 可以聚集起来 保护自己的性命 也可以毁灭 杀尽和灭绝 那些敌对犹大人的各族 和各省的势力 包括妇孺 并且可以掠夺他们的财产 一日之间 在十二月 就是雅达月十三日 在亚哈隋鲁王的各省 开始实行 御纸的抄本作为御令 颁发到各省 宣告各族 使犹大人准备纳日 好在仇敌身上施行报复 于是 骑上为国士而用的快马的义士 迫于亡命 就急急忙忙出发 欲知传遍书山城 莫迪改穿着紫蓝色和白色的巢服 戴着硕大的金冠面 又披上紫色细麻布的外袍 从王面前出来 书山城的人都欢呼快乐 犹大人得到了光彩 欢喜快乐和尊荣 在各省各城中 王的命令和御旨所到之处 犹大人都欢喜快乐 饮宴放假 那地的人民 有许多因为惧怕犹大人 就都自认是犹大人 以斯铁记第九章 十二月 就是雅达月十三日 王的命令和御旨 快要执行的时候 就是犹大人的仇敌 盼望挟制犹大人的日子 反成了犹大人 挟制恨他们的人的日子 犹大人在雅哈瑟鲁王 各省的城里聚集起来 要下手攻击那些 想谋害他们的人 没有人能抵挡他们 因为各族的人都惧怕他们 各省的官长 总督 省长 和办理王事务的人 因为惧怕莫迪改 就都支持犹大人 莫迪改在朝中 的确非常尊大 他的声誉传遍各省 莫迪改这人的权力 越来越大 这样 犹大人 击杀他们所有的仇敌 他们用刀尽量击杀 随意对待他们的仇人 在书山城里 犹大人就杀灭了五百人 他们又杀了巴山大他 达芬 亚斯帕他 破拉他 亚大利亚 亚利大他 帕马斯他 亚利赛 亚利代和瓦耶萨他 这十个人 就是哈米大他的孙子 哈曼的儿子 犹大人的敌人 至于财物 犹大人却没有下手掠夺 当日在书山城被杀的人的树木 乘到王面前 王问王后以撕铁 有大人在书山城杀灭了五百人 又杀了哈曼的十个儿子 在王其他省内 他们怎样行呢 现在 你要什么 我必赐给你 你还求什么 也必给你成全 以撕铁回答 王若是同意 求你恩准 书山的犹大人 明日 也照着今日的 玉纸行事 把哈曼的十个儿子 挂在木架上 王就下令 这样行 玉纸传遍 书山 人就把哈曼的十个儿子 挂在木架上 亚达月十四日 在书山的犹大人 又聚集起来 在书山杀了三百人 却没有下手掠夺他们的财物 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 也都聚集起来 保护自己的性命 向他们的仇敌报复 杀了恨他们的人 共七万五千 至于财物 他们却没有下手掠夺 这是在亚达月十三日的事 十四日 他们得享安宁 以这日 为设宴欢乐的日子 但在书山的犹大人 在十三 十四日 聚集起来杀敌 他们就在十五日休息 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 因此 乡村的犹大人 就是住在没有城墙的村镇的 都以亚达月十四日 为欢乐饮宴的吉日 护送礼物 莫迪改把这些事记录下来 并且送文书 给亚哈随鲁各省远近 所有的犹大人 嘱咐他们 每年都要守 亚达月十四、十五两日 以这月的两日 为犹大人脱离仇敌 得享安宁的日子 是转忧为喜 转哀为乐的吉日 叫他们 在这两日 饮宴欢乐 大家互赠礼物 也周济穷人 于是 犹大人承诺 要守他们起初所守的 也承诺 要遵守莫迪改 写给他们的 原本 犹大人的敌人 雅甲族 哈米大他的儿子 哈曼 曾经涉谋陷害 犹大人 要消灭他们 他弄捕 普尔 就是抽签 为要打击 和消灭 尤大人 但这事 成到 王面前以后 王使用文书 降纸 吩咐 使哈曼 计谋的恶事 就是他设谋 陷害 尤大人的事 归到他 自己的头上 又使人 把他 和他的重子 挂在 木架上 因此 尤大人 照着 普尔的名字 称这两日 为普尔节 所以 他们因 这信上的话 又因他们 所看见 和所遭遇的事 尤大人 就立了定例 承诺他们 自己 和他们的后裔 以及所有 与他们联合的人 每年 都要按着 所写的 和指定的两日 守着节日 永不可废止 使人 在各省 各城 家家户户 世世代代 都纪念 遵守这两日 使这普尔节的日子 在尤大人中 永不废止 雅比海的女儿 王后以斯帖 和尤大人 莫迪改 已全权 写了这第二封信 嘱咐尤大人 守着普尔节 他用和平 和城时的话 把文书 送给亚哈随鲁国中 一百二十七省 所有的尤大人 劝他们 按着规定的时期 照着尤大人 莫迪改 和王后 以斯帖 所嘱咐的 也照着 他们在进食 和哀求的时候 为自己 与后裔 所承诺的 守着普尔节 以斯帖的命令 确定了普尔节 这命令 也记录在史记上 以斯帖记 第十章 亚哈瑟鲁王 使陆地和 众海岛的居民 都向他进贡 他所行 有权能的事迹 以及莫迪改 被尊伟大的详细经过 不是都写在 马代和波斯王的 史记上吗 尤大人 莫迪改的地位 仅次于 亚哈瑟鲁王 在尤大人中 被尊为大 得民众 同胞的爱戴 他为自己的族人 求福祉 向他们 说平安的话 没什么 能够 是 浩 祝宝 我 来 可 je 和 颦